远雄海洋公园推出了万圣节主题活动 其实起到10月31号 海洋公园摇身变成是万圣狂欢城 有季节限定的主题活动和餐点 热闹诡异的节日气氛笼罩着整个园区 而云方能还推出只要符合指定身份的游客 最低可享有490块钱的优惠入园 远雄海洋公园迎接万圣节 推出季节限定版的主题大秀 尖叫把美花鬼怪盛会游行 由骷髅皇后带着盛装打扮的鬼怪们 揭开了一场神秘的万圣节派对 现场还会邀请小朋友一起坐上花车游行 让游客也可以感受到万圣节的气氛 虽然上个礼拜有经历了台风的一个袭击 但是其实海洋公园非常快速的整病 进入到我们20周年的第4个阶段 也就会有一系列万圣节跟圣诞节的活动 来迎接我们的20周年 同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会提出 花莲宜花东香精的一个优惠方案 同时有系列的万圣节的节庆的餐点 还有饭店的一个联合的一个餐券 希望大家可以度过欢乐的第四季的一个活动 除了每天一场的万圣节鬼怪大游行 还有主题餐点 饮料 点心 冰淇淋 同时还推出了特殊身份者 可以想限定优惠入员假 即日起到10月31号 远雄海洋公园的万圣节派对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 也为20周年去的压轴场做最后热身 绝对会受风箱报道